2月6日,全球首个陆上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 玲珑一号外穷顶在海南昌江核电基地吊状完成 标志着玲珑一号反应堆厂房进入全面收尾状态 外穷顶的整体吊状完成以后 也标志着我们整个小堆的核岛厂房进行一个全面收尾的状态 我们这相当于是我们核岛厂房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 同时我们这个核岛厂房的内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的安装工作 期间我们也是正在进行核岛的堆内构件的施工 小型核反应堆因其安全性、部署灵活性及多用途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在新一轮核能技术变革和国际产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 全球范围内正在开发的小型堆技术有超过80种 美、俄、英等核电大国均将小型堆技术列入国家战略 玲瓏一号是继华龙一号后中核集团自主创新的重大成果 具有广阔的全球市场前景 玲瓏一号拥有小型化、模块化、一体化等先进革新型技术 它作为高安全的分布式清洁能源 不仅可以发电 还具有热电联供、气电联供、城市区域供热 海水氮化等多用途 可类似常规燃煤热电厂 靠近城镇及工业园区部署 与通常核电机组外穷顶吊桩有重大不同 玲瓏一号外穷顶吊桩增加了钢筋网片系统 可减少吊桩后在顶部进行大量人工布设钢筋工作 有效缩短整体工期 提高施工安全 赵龙介绍 玲瓏一号外穷顶总重约550吨 增加钢筋网片系统后 整个外穷顶重量将增加 为确保吊桩顺利完成 吊桩团队提前在薄弱环节进行结构性补强 增加抗变形能力 增加钢筋网片系统以后 整个的这个穷顶的外穷顶的重量 是大大的增加的 增加了以后的话 它对于整个变形控制 是有一个新的要求 我们为了确保我们这个整个雕桩 精度能够受到控制 是提前在我们一些薄弱环节 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补强 增加它的抗变形能力 玲瓏一号反应堆厂房 分为内外双层安全壳 外穷顶在玲瓏一号反应堆厂房 运行中起到二次保护作用 防止反应堆厂房 受到外部的冲击或撞击 我们的这个反应堆厂房 整个分为双层安全壳 第一层的话是我们这个钢质安全壳 主要起到一个这个放射性物质的 一个包容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整个这个外壳的话 它是起到一个二次防护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受到了外部的一些冲击 或者撞击 我们的整个的外壳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二次防护 玲瓏一号将力争2025年年底并网发电 预计每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 可满足海南52.6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8万吨 相当于一年植树750万颗 为保障玲瓏一号如期并网发电 春节期间工程现场将由6000名员工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